醫學調查 就是說其實高齡產婦 比如說過了35歲之後 好像產生這個畸形兒 或是說 唐氏症 他們這邊的這些媽媽大人 現在都是很成功的 但聽他們求此也很 好像後悔說 早點年輕點生就好 你們都不會想嗎 會想是會想 但是生真的是另外一回事 對啊 然後就比如說會覺得 想到小孩的教育 因為我覺得生簡單 但是要養很難 就跟養狗不一樣 就是養狗的話 你就是可以照顧他 可能就是頂多10年 但是小孩真的是一輩子 然後你想想看 那小時候從小把他捏到大 然後你也不知道他是好是壞 或是會捏成像 豆哥這樣子的形狀 這樣 這樣 別罪你了 對 怕將來你知道 就是會討厭媽媽之類的 我發現 你真的是想很多的 我想很多啊 你都還沒有被迷 你想到就是他的教育 然後想到他 一定會想這些 可是當你想到這些 你們就絕對不會生 因為生命 人生不是想出來 人生是 過出來的走出來的 因為你一想 什麼事都很難 因為誰都沒有當過媽 因為當了就毀了 對 需要一股衝動就去做吧 不是 真的 我覺得對小孩子 不想生小孩 我個人認為他內在有一個 因為淺淺因子就是 他對未來的恐懼 而且會比較不相信自己 對你不相信你未來是比較光明的 是充滿信心的 或者是 但是還是回到那個基本就是生理的實現 對 就是限制 OK 因為高齡產婦本來就是風險比較高 對不對 其實是大人的風險也比較高 OK 不是只有小孩的問題而已 但是我覺得 就像剛剛他們講的也 對啊 我自己都把日子過得那麼差勁 我何苦再拖了一個小孩 對不對 就是說可能這也是要考慮的啦 對啊 而且像我是說真的我充滿 而且這邊都是高齡的耶 都是啊 我們都是 這桌都是高齡的嘛 真的是高齡 豆腐妳是什麼 我稍微是37才生 那都37 對啊都超 在國內來講 34歲以上就是高齡始終 34歲以上就是 就要做那個洋魔穿的嗎 好可怕喔 就一根長長的針要插入你的肚子裡 直接不要笑著指甲裡面 不是 我的想法我是覺得說 對就是我等到自己現在 比如說現在這個狀態是 年紀也到了 然後我也知道我是高齡產婦 雖然我也會很擔心很多東西 但是假設我真的要生的話 我反而覺得跟以前比較起來 就是科技也比較發達 你說以前就是高齡產婦 可能有很多危險 對 可是因為我自己身邊有看到很多 比如說跟我同年級的女生 現在剛生小孩 不然就是現在正在懷孕 她們也是跟我年紀一樣大 對 所以大家都是很開心很好的 然後也都是覺得有經歷了人生 然後再生小孩 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所以我反而不會覺得 我如果永遠抱著那種 慘了 我現在如果生小孩 會有遇到什麼高齡產婦 一大堆的難題的話 那我真的就 我就會 我覺得會給自己太多的壓力 OK 好 那所以這邊都是 打算幾歲生小孩呢 45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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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確定你生得出來 45以後 45以後已經快到更年期了吧 那真的 她生不出來了 我們先走了 我們在開玩笑的吧 這麼厲害找到這種 特殊材質 我也不知道你們找不著找來的 好特別喔 我45歲以後才要生小孩 她完全沒有任何遲疑喔 對 而且就感覺她一定可以做得到 對 為什麼妳這麼信心 何況現在教育都很 我覺得妳看 不是教育是身體 對 妳先考慮妳的身體 45以後是不能生了吧 是誰給妳診斷證明 說妳45歲以後想生都有 對啊 妳先回答我 因為林青霞的關係嗎 蛤 什麼 因為林青霞也是 對 之後好像40幾 45之後才生的吧 也是有可能吧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 其實還滿多 都是到後期才生的 那我覺得還是會有一些意思 可是45已經有點到尾斷了 就算妳45歲生 妳覺得妳有甜蜜帶嗎 45欸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60幾也都還 可是問題是 妳小孩15歲的時候 妳已經60了 OK 我覺得那些已經不是問題 妳知道妳到學校去送便當的時候 妳會說小孩 小孩會說奶奶來了之類的 我比較想要給妳一次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她55歲生小孩 她現在已經74歲 她的女兒17歲 她這個年紀是最需要 55歲女生 55歲怎麼死 對不起 她是男生 男生 對 可是問題是光這樣 我就說年紀的差別 光這樣子 她的女兒跟她出去 她的女兒就覺得 她的女兒不想跟她走在一起 因為每個人都覺得說她是她的爸爸 她不會覺得她是她爸爸 對 所以她現在就覺得很孤單 因為她的女兒不想靠近她 對呀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應該好好教育這個小孩 不然有這樣的心態 小孩的問題吧 也是 真的 其實我們可以現在去冷凍卵子 對 現在還沒有錯 可以呀 而且 我有想過 因為我跟我去 我爸媽至少他們不是那種 會逼我一定要結婚 一定要生小孩的 所以我們有聊過 我媽甚至跟我講說 假設我找不到一個 願意跟我一起生小孩 養小孩的男人 那我寧願不要生 我甚至如果真的有一天老了 我覺得我想要小孩 我去領養也可以 世界上有這麼多 需要被領養照顧的小孩也可以呀 所以其實 也不一定要生啊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那個過程 其實會開啟另外一種生命的旅程 我必須要講 從懷孕 當然我也很贊成領養小孩 但是我真的真心的覺得 女人最幸福的時候 是懷孕的時候 而且女人在懷孕的時候 有多漂亮 蛤 真的嗎 你就是永遠身上 都有一個SPA-LINE在搭 沒有一個 因為就會有一個生命跟你在一起 不是啦 但是你平常說不會有的 不是不是 那個要看你是什麼情侯之下懷孕的 OK也是 對也是 對 在聽完媽媽們 為了懷孕所做的努力 以及雙方對於懷孕年齡的討論後 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是 高齡產婦在懷孕期間 又有哪些是讓人感到辛苦的呢 高齡這件事情 比如說你們在懷孕的過程 有沒有就已經會有一些意義 就是身體的一些 不是我們說給這邊聽聽看好不好 有嗎 因為其實 因為我一定要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出現一次小烏龍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43歲懷孕那一次 就已經 之前已經蠻辛苦的 OK懷孕得很開心 但是就是 從頭到我的小孩都比較大 就大 都大兩周 那你知道孕婦其實非常敏感的 醫生只要隨便講 哎唷 你就怎麼了 對 因為非常敏感 然後他就說 你小孩子頭很大 你知道我們就 整個全身都不舒服了 好 好 第一次醫生這麼講 每次才醫生都說 哦 怎麼都這麼大 然後有一次醫生幫我做那個 曹妍博那時候不是我的主治大夫 然後是另外一個醫生 然後一個香港人 你也知道香港人講話很直接 他在做說 嗯 你的小孩頭很大耶 那時候講說我已經太哭了 我忍住 然後他說 你有沒有做養母穿刺啊 我說 我這個年紀我當然有做養母穿刺 他說 報告怎麼樣 我說很正常啊 他說 可是你的小孩頭很大耶 會懷疑是 唐氏 你知道那個 整個過程我都忍住 我一直維持一個 當孕婦應該要有的那個 那個優雅的那個 我一上車 啪大哭 我整個大哭 因為我也會怕呀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我這樣整個晚上 我真的 我現在其實我現在就撐住 我現在是跟我講 那是OK 然後我就已經非常不舒服 然後這樣 我整個晚上就想了很多事 我真的都想到說 我這個小孩就是有唐氏症 嗯 然後那時候就告訴我自己說 好 那因為現在已經六七個月了 你能夠怎麼樣 我不會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非常奇妙的是 當我很確定 我不會怎麼樣的時候 我發現我 我有另外一個力量長出來 我覺得我比以前更強壯 因為我知道說 如果覺得他怎麼樣 我會好好養他 因為他就是從我肚子裡面出來的 我就是會照顧他 那時候發現我 我有一個很大的力量出現 OK 之後下個月 那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我第二天早上就跟我先生講 我說 Matt 我就說如果 我們這個小孩真的有什麼問題 我就說那就這樣 那就是老天給我們的功課 我們就好好做 他同意嗎 他同意 嗯 他有沒有一個晚上也睡不著 我想他是 因為他是處女座 但他很怕嚇到我 因為我整個已經 他看得出來我已經 Going crazy 不行 對 然後到下個月 我們要去 我們就去做參見 然後那個主的待會就說 唉呀 怎麼那麼大 可是這句話對我怎樣 我已經沒有感覺 說OK 對啊 都這麼大 每次都說大兩個禮拜 醫生說怎麼會這樣 他就翻紀錄 然後就問一忽視 結果怎麼樣 他們晚算兩個禮拜 蛤 所以從頭到尾 我小孩就是正常 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這是大烏龍 這是不是小烏龍 對啊 你知道我告訴你 我那時候我本來是這樣子 他一講我 太可惡了 我真的是這種姿勢 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這種姿勢 我說你知道嗎 我上個月我是怎麼過的 我整個內心 都在演多少檔八個 對 很掙扎 我說你這什麼烏龍 他說怎麼會這樣 他說我上次已經修改過 然後護士沒有改過來 天啊 這是OK的 OK 是OK 我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我老公醫生也一直跟我講說 我的小朋友頭很大 可是我完全沒有想到 是唐視證這個問題 因為我老公頭很大 因為我老公頭很大 最容易有唐視證 潘哥本來頭就滿大 對 然後我那時候剖腹 我那時候剖腹 然後一拿出來 醫生一拿出來的那一剎那 我就第一個就是問醫生說 頭有沒有很大 對 他說女生如果頭大 其實真的就會很吃虧 可是我完全沒有想到 唐視證這個問題 就身體吃胖一點 對 好的 我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因為我是雙胞胎 對 所以我雙胞胎的產檢 要做得更仔細 因為有可能一個大 一個小 或者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一定 必須要做羊毛穿刺 可是你知道那個時候要做 我也 而且我已經也超過34了 可是做羊毛穿刺就有風險 你就會聽到一堆什麼 本來好好的做完羊毛穿刺之後 就流慘了 流慘了這樣子 對 因為好像我記得是 四個月一定要做 對 要滿四個月才能做這樣子 對 應該沒錯吧 沒有錯 對 記性很好 記性很好 然後結果就是 要不要做 要不要做 那我媽媽就說 你當然要做 OK 可是我就在我要做之前 我要聽到 別人跟我講 他說 他就是做完之後 小孩留掉了 我就說 天啊 我就是 很掙扎 壓力很大 然後呢 又不小心又聽到一個故事 是 他是雙胞胎 可是他兩個小孩呢 一個是有問題的 必須 在裡面把它結束 你懂嗎 一個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可是因為你 你不可以剖腹 你另外一個就不能活 你懂嗎 也不能摧殘這樣子 所以必須用 好恐怖喔 看 用超硬破的方式 看準下針 把那個結束 好恐怖喔 其實媽媽是多傷心的決定 好痛苦喔 所以然後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 不曉得為什麼孕婦 突然耳朵那麼好 他感覺 正在處理那個小孩的時候 他好像彷彿聽到 然後就 哇 自己嚇自己的 可是他那沒有辦法 因為你如果不處理 會影響到母體 你知道嗎 好 那就要等這個過程 後來我想說 不管 我媽就說你一定要去做雅摩川 雅摩川刺 我說好 我就去做雅摩川刺 而且呢 我是一軟雙胞胎 所以我要 而且又是雙胞胎 我要搓兩針兩針 然後這個 做雅摩川刺的痛不痛苦 取決於 你的小孩乖不乖 還有醫生的手法 快不快 對 第一個 你小孩愛亂動的話呢 他就很難下針 對 他的不痛的原因 是因為他下去很快 上來很快 可是如果小孩 是會亂動的呢 他就會怕刺到小孩很快 他要等 他要看然後這樣等 你就這樣 你這樣慢慢刺到 刺到 對嗎 就會 差很多 對 幹嘛 你們完全沒有意思 有成功的水果 我們是要凱特就要生的嗎 完全是相伴的 真的不想生 算了啦 他是羊狗好了啦 對 可是一次都是值得的啊 可是早一點生 是不是就比較不會 因為才說要早一點生 對就是要早一點生 就是晚生 還沒有到高齡趕快生一生 我跟你講這些過程 生小孩的痛 還有這些產檢 憂慮什麼 在你一看到小孩那一瞬間 就沒有 什麼都沒有 每個人都這樣子 對 真的 你要想說小孩子的魔力有多大 對 他為什麼可以在整個痛苦的過程 我會前不後繼續生 對 因為他們太美好了 你沒有辦法你想像 可是為什麼我看到的魔力是什麼 是看到一個很有氣質的媽媽 非常優雅 但是她突然 哪一天的時候 看到她小孩在路上大哭大鬧的時候 她真的忍不住受不了 然後抓著她一個 你不要哭了給我閉嘴 或者是在很歡樂的場所裡面 有一個媽媽是這樣 對 就在飛機上小孩狂哭鬧的時候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在吃飯的時候 媽媽終於忍不住 就說算了啦 你手機借我iPad給她好了 或是手機借她好了 對 她就可以乖乖一個人在那邊玩個半個小時 然後媽媽就 終於有個清閒的時間可以吃飯了 以比例來算的話 你可能是80 你是非常非常快樂 非常甜蜜 非常愛這個孩子 然後20是不開心的 沒有 所以以比例法來算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去生這個孩子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樣 我覺得她那種 小孩子給你戴得快像鑽石一樣 真的 算是最高貴 那個甜蜜是任何金錢買不到的 其實你就算你非常辛苦 百分之九十九 真的 OK啊 那你們就繼續講這些 不要跟我們講說 有摩托子頭 對 而且是 很恐怖 真的 你講這些很苦 但是生孩子是值得的 美姨姐是要告訴我們 你要學好醫生 對 很重要 然後放輕鬆 先苦後乾嘛 很辛苦很辛苦 但是為什麼一切都值得 就是值得 那如果沒有心這些苦 其實就 也可以不要這麼辛苦 對不對 年輕一點生就不用那麼辛苦 對 年輕一點生 對 那棋惠有安胎嗎 有 而且是我 我那時候就是 還沒有去西醫檢查懷孕的時候 就是 跟先生同房之後 一個禮拜 我就跟先生講說 我覺得我應該懷孕了 一個禮拜 我不知道我就覺得我全身不對勁 照理說是不應該覺得說你懷孕這件事情 然後我立刻就去看了我的太醫 他有 他說 你有懷孕的跡象 趕快幫我安胎 我說趕快幫我安胎 因為我做了這麼大的努力 就是抱著必勝的決心 就一次要把它成功就對了 可是呢 太醫就說了 我怎麼知道你這個胚胎 健不健康 是不是好的 那如果不好的 我把它安下來 反而是對你不好的 反而不好 對 所以他立刻叫我做了一件事情 去抽血 因為在懷孕初期 有一個東西叫Beta HCG的激素 如果這個東西每隔幾天 它是倍數成長 表示你這個胚胎是好的 是活躍的 就可以留下來 所以我馬上去抽血 當天看完太醫 馬上就去抽了血 可不容緩 對 然後每隔兩三天 我就去挨一針 就去抽 然後看到是倍數成長 我立刻回到太醫那邊 請幫我安胎 我把數據給他看 他說 喔 很好 這胚胎非常活躍 立刻幫你安胎 他立刻開了藥 從那天開始 我先生就每天一大早 電鍋熬好 然後熬一顆 熬了一杯那個黑黑濃濃的藥 像甄嬛娘娘一樣 有沒有 就是 甄嬛娘娘是到了 要叫忙 很勤快一下安胎 感覺那個 那個畫面都有了 對不對 好有事喔 要太醫趕快安胎 太醫仿佛應該講 且慢 齊薇小組 這事兒 咱們不能張揚 否則 讓年飛知道 恐怕 這一胎我也保不住 不保 更入戲 我的媽 蛤 這麼入戲 對對對 大概就這麼一回事 但是呢 我除了就是喝中藥之外 我還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齊薇小組 這幾天 這些藥 就說您偶爾趕風寒 對 假裝一下 是 我就是 前 因為人家說懷孕前三四個月 是非常危險的 對 有什麼狀況 自然淘汰嗎 都是在這個情況發生 所以那時候一懷孕 雖然喝了安胎藥 偶爾覺得小腹有點微痛 我就非常的緊張 那另外一半也非常緊張 就是說從此 從今天開始 就請妳不要出門了 真的 所以呢 我本人在家裡 整整待了三四個月 沒有下樓 哇 真的被忍住 對啊 妳真的好厲害喔 這個值得鼓掌嗎 這不是很可憐嗎 沒有 這是復出 偉大的故事 當然不能出來 年飛養的貓 那老公也不能同 為你抓傷我 你還叫那個秦靜偉姐姐 對不對 心動了我 但這就是為了小孩的犧牲 對 就是我唯一 其實比較誇張 沒有 因為我先生也很緊張 兩個人面對就是 第一個Baby 又比較高齡 對 做這件事情 然後唯一一次下樓 我就說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覺得我世界整個瓦解 真的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害喜非常嚴重 前三個多月 我就像是在海上漂流的人 而且是會暈船暈機的那種人 我每天就是昏天暗地 然後呢頭一直發暈 就是從早暈到晚 而且看到所有的東西 我都是想吐 任何以前你所有想吃的東西 都完全不想吃 但有一天我就跟他說 我再不下樓 我可能會 精神崩潰 他就說 好吧 那你就到樓下大樓走一圈 你就可以上來 於是呢 我就到樓下大樓 看看花花草草 五分鐘 我就必須上來 然後繼續把我的腳抬高 就是有個凳子 凳在那邊 因為你身體要呈現一個平躺的狀態 然後我就這樣子待了三四個月 確定都沒問題 我才出門 天啊 我還倒立耶 我還在教你家 那這幾個月老公也都沒有碰你嗎 沒有 她怕不敢碰 她是兇手 初期是不適合 孕婦是非常需要性生活的 我必須要講 孕婦很需要 這就是高齡要付出的代價 就是你要做更多的努力去 客戶的小生命 可是孕婦捐一年的個性 如果28歲生小孩你也會這樣 真的嗎 她的個性